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彩斯珍的好,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今節就說說歐盟的官員都算是多大膽 美國也沒有情講,不是吧 原來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貿易專員 東布羅夫斯基斯 其實他就說我們要調查美國 哇,大哥,敢調查? 原來歐盟打算調查並且評估美國通脹削減法 IRA當中保護內容 是不是因為他們說要保護當地的企業 還有其他的家庭 當中一些內容是不是已經是違反了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準則呢? 東布羅夫斯基斯 他就說 我記得他的名字,因為很長,讀得多都知道 歐盟對於這個法案當中 部分歧視性的內容 是感到擔憂的,等下我們再說一下這份法案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看好 這些條款 對本地份額和本地生產提出要求 所以 我們現在要調查並且評估 這些條款 究竟符不符合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 以及政府採購協議 東布羅斯斯基斯 也說 目前我們要做調查和評估 在這個基礎上 歐盟 將會作出最佳回應 我們在評估結束之前 是不會輕易 下結論的,但是 要評估各種的選項 另外 南韓 也敦促美國 因為 他們 就好像是 受到這個 通脹削減法的影響 他就 敦促美國向南韓電動車 提供 和北美汽車同等 稅收的優惠 並且積極地考慮 向WTO 告洋狀 告預狀 啟動 申訴過程 南韓官員之前就說 美國這項 通脹削減法案對韓方來說 簡直是背叛 有可能導致美韓之間的經濟和安全合作變得很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 在 通脹削減法案當中 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 為了在美國購買 北美 生產的電動車 的消費者 原來 記住 在美國購買北美生產的電動車 這些人士是可以提供每年 高達7500美元的 稅額 減免變稅 等於變相削弱了其他地方 但是由於美方對 電池材料 來源的 這個 佔的比例和 組裝 地的限制 所以當前 來自 南韓出口到美國的汽車 可能會排除在這個補貼範圍之外 因為他有個比例的 令到南韓 覺得被人 哎呀 你在背後 說真的 你是小弟 大哥說什麼 你也敢說了嗎 還有現在 金仔說明一件事 金仔就說 以後我們必要時 會主動出擊用核的 那你怕不怕? 說真的 很實際 你怕不怕? 你需要美國人保護你? 要嘛 當然要 我覺得最後他也是吃碗棍 都是自己把他壓掉了 這項法律是何時簽的呢? 22日簽的 8月 美國 近期簽署的 一項 法案 這項法案內容涉及 醫療保障 清潔能源和稅收 雖然拜登就說 這個法案就令到聯邦赤字 縮減大約3000億美金 不過 亦都受到 多方質疑 包括南韓這個盟友 這個法案 雖然是以削減通脹為這個名目 但是 從他們具體內容 和出台的過程來看 方案更加是 這個 大家都知道 11月 選舉 就是為了短期選舉的 利益服務 我也覺得正常 很難真正瞞解到美國當前的高通脹等等的經濟困難 法案的意圖就想著未來10年削減大約3000億美金的聯邦赤字 並且製造 7400億美金的財政收入 這個法案 亦都 有幾項要注意一下 關於清潔能源 美國聯邦政府將會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 投資3700億美金 目標就是為了在2030年 將碳排放量減到 應該減少40% 在醫療保健領域投入 差很遠 投入只有600多億美金 為了降低儲方藥品的價格 強化醫療保障 法案還包括對部分大企業徵收15%的最低稅收 並且加大對有錢人的 茶稅力度 其實美國茶稅不斷都很厲害 但是 究竟行不行呢?我們看看今年 3月份以來美國的消費者物價 指數 同比 增長的幅度都是超過8% 7月份的CPI 同比就是 8.5% 通脹是加劇的 令到美國民眾的銀包越來越縮水 不少的美國經濟學家 就認為 這個法案不會對解決通脹產生 很實質的影響 根據這個 賓法 賓夕凡利 亞洲大學 這個也挺有名的 和頓商學院 他們有個數學建模 就計過 這個法案 在未來 只會將美國的通脹率 降到大概 0.1% 花了那麼多錢 但是 降到0.1% 我已經看到了 0.1% 如果在統計學上 我們用科學來說 跟0 的區別是不大 另外 這個 有無黨派人士 查 查 你的一個叫做 國會預算辦公室 因為這個是 無五分黨派 當然要查 他們 什麼都查 亦對這項法案 是 估計一下 認為這個法案 不會降低通脹水平 只會對 今年和明年 美國的通脹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 這個法案雖然被包裝為一個 應對通脹的 零丹妙約 但是 我覺得 對於 美國政府去年拜登有一個 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 重建更好未來的 其實就是把這個計劃重新包裝 同時 這個重建 更好未來的計劃不單止遭到共和黨人的反對 民主黨內的關鍵 議員也擔心 當時 亦都說為這個計劃會不會 放那麼多水 扔那麼多錢出來會 加劇通脹 所以有些民主黨人都是反對的 現在當然美國通脹依然高期 國會的中期選舉又到了 民主黨在壓力之下 達成了內部妥協 就將這個 重建更好未來計劃 可不可以重新 改頭換臉 換個衣服 化妝 重新提上議程 資金的規模 亦都是大幅削減的 華爾街日報就將這個法案 描述成為 氣候 醫療健康 和稅收一男子法案 其他的 CNN 都覺得 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新開支法案意義 當然梅鐸的報紙當然是不手軟 這個 紐約郵報就說 哎 真是荒唐 這些法案對於降低通脹水平毫無作用 幾千億美元的新稅收 又是重創美國人 但是他稅收的 當然啦 梅鐸代表大野有錢人 他向有錢人 收的話 我又覺得 不是重創美國人 只是重創一些很有錢的美國人 不過你都可以這樣說 他們是不是美國人 但是 多數當然不是 你有錢的要付出多一點 是啊 是啊 團結共獻基金 你好像 這個歐盟那樣 你團結才行 是不是 哎呀 要麼你就好像 一位有錢老母記載 是不是Facebook的共同創辦人 搬去新加坡 你學他都可以 你要美國角色 通脹削減法案 這個通過 亦都看到 美國 相當撕跌 共和民主兩黨是巨大分歧的 在眾議院 民主和共和兩黨 的議席分別是220和211 中期選舉之後就沒人知道 這個法案 就以220對207票 是通過了 差很少了十多票 之前在參議院表決的時候 有人拉布 是用了27個小時 在兩黨 各佔50席的情況之下 兼任參議院議長的民主黨席副總統 記得誰 賀錦麗 就 動用他自己手上關鍵一票 打破平衡其實以前就很少 就是 最艱難的情況就是 51對50個 但是證明了什麼 你的 叫做 endorsement很小 其實是 僅僅過的話 而且你實力 那麼平均的話 你很多阻滯 整個美國的輿論就認為距離中期選舉就不夠 不夠兩個月 在 政策工具的 這個有限 因為 的確 很多西方的輿論就覺得 整個西方 無論對普京 對通脹 工具箱裡面的工具都很有限 用得的都用了 民主黨就希望通過這個法案 贏回民心 其實都 有點難度 現在你 可能得罪盟友 德國為首的 歐盟已經出聲 你這樣不行 南韓作為小弟都說不行 所以 共和黨當然是柴利台 共和黨的議員經 說明 這個法案提出增稅 將會提高物價 並且令到美國 至1981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脹會更加惡化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內爾就說 法案就意味著更加高的稅更貴的能源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更加認為 不可以通過徵稅 和 增加財政收入 去擺脫通脹危機 這件事我就不同意 是可能可以的 不過 這麼說 徵稅的話 到時有錢都會在下面搞搞震 一定會 美國商務部的數據 你看一看 美國國內生產中值 連續兩個季度已經出現負增長 所以很多人就擔心 經濟衰退 美國社會對這個法案 是否真的可以緩解到 通脹和 財政赤字呢 基本上 連民主黨的 媒體都不敢說可以 你看CNN都說是 悲觀 當然 現在 我相信 有點難度 因為 大環境 太差 你用什麼方法都是難的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我们下期再见